Hello大家好,我是四格林 上一部片跟大家一起回顧2NE115年来的点点滴滴 超强的Girl Crush风格成为许多后辈致敬的对象 不时在节目上跟舞台都可以看到有人cover他们的歌曲 其中Kids of Light从出道以来就多次演唱2NE1的歌曲 并且开全麦让大众看见他们的实力 从一开始有些不稳到上个月在TNA上再度致敬 已经明显实力大进化 2023年的NNAKids of Light首次站上大舞台就一战成名 大胆开全麦展现完全不像新人的实力和气场 出生制度不畏虎让大众疯狂问他们是谁 也成为许多人入坑的舞台 走出自己的风格加上高速回归 让曾经不被看好的他们在激烈竞争的女团盛世中占有一席之地 之后更是接连拿下好成绩并进入Billboard世界数位歌曲销量榜前10名 成为中小公司的奇迹 并从10月底开启试询从北美开跑 行程看起来蛮紧凑的 希望成员们身体都能保持健康 在这次的巡演中玩得开心 那大家认识Kids of Light的契机又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跟我分享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更加了解Kids of Light吧 来自S2娱乐的私人女团Kids of Light 虽然是中小经纪公司 但他们的创办人可是大有来头 就是当年JYP娱乐的联合创办人跟Cube娱乐的创办人红橙橙 2AM、4MINI、Beast、B2B等知名团体都是在他旗下打造出来的 也因此对于经营团体他非常有一套 并且请来了李海映担任创意总监 那李海映是谁呢? 他有参加过Produce101 也有在偶像学校跟Nati一起当过同学 原本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出道的 但制作人认为他不适合想打造的女团风格 就造假把他的名次往下调 在事件爆发后也非常多粉丝心疼他 不过也因为这样他成为了Kids of Light背后非常重要的人物 前面提到公司创办人对于经营团体有自己的一套 所以他这次也选择了和大家不同的方式让他们出道 在团体主打歌出来之前 先分别推出了四位成员的solo歌曲和收录曲 并且都有拍MV让大众可以好好的认识他们 歌曲的反应也非常热烈 充分的发挥成员的个人魅力 能够让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出道 代表一定对成员非常有信心 2023年7月5日以手上迷你专辑主打歌曲 正式出道 在出道showcase就有非常好的舞台感染力 这些在K-pop市场少有的辣妹风格编舞也非常有趣 我自己称这段舞蹈为两人三角舞 而这首歌的舞蹈看似简单 但非常吃成员强弱控制的功力 也有许多会用到全神的大动作 成员都消化得非常好 也有随着歌词展现相应的表情观力 向大众表达不受她的束缚成为追求自由的个性魅力 虽然因为出生自中小公司 让他们在一开始的关注度相对没这么好 但他们还是靠着精彩的舞台 在人气歌谣拿到两次Hot Stage手奖 之后他们多次展现非常好的全麦实力逐渐累积人气 其中让他们封神的舞台就一定要提到BangBang 这首超高难度的歌曲 要在现场唱好真的很不容易 但他们还是非常稳定的演出 看这个舞台真的很过瘾 很快就在11月回归发行mini二集 截取上一张的概念 以真正的自由是来自内心的自由为主题 只看你想看的 只听你想听的 所产生的偏见 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并由两首不同风格的主打歌曲区别真实和谎言 双主打之一的Bang News 是一首节奏比较强烈的歌曲 通过节奏的变换 让人无法预测接下来的动向 让歌曲的层次变得丰富 Nobody Knows则是节奏较慢的RMV曲风 具有慵懒又带有一点迷幻感 让人陷入在他们的节奏中 这种风格的歌曲也是非常难去诠释的 不小心就会太收获太过也让大众看见 Kiss of Light的全新魅力 超强的现场实力让他们在年底拿下非常多新人奖项 并在2023NNA演唱Bang News 将剧情带上大舞台并开全麦毫不保留的展现实力 给大众带来一场华丽的舞台剧 精彩表演结束后也让韩国网友不停的问他们是谁 在年末舞台上一战成名 引起大众的好奇获得关注后 4月以第一张单曲专辑Minders Touch回归 以不要畏惧她的视线展开一段真实又自由的爱情为题 采用千禧年时期的流行乐风格让大众有一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而这次的灵感来自于小甜甜布兰尼的歌曲Toxic 让他们首次展现2000年代的性感挑战自我 从Hip Hop Girl转变成Hot Girl 这次也藏了小彩蛋将成员出道前的solo曲名藏在歌词当中 而另一首歌曲Nustin要特别跟大家推荐一下 用RMB的方式以现代感性重新诠释2000年代的中版抒情 成员细腻的唱功让歌曲令人印象深刻 回归成绩一次比一次好的他们 仅过了三个月就再次以数位单曲Sticky回归 加入夏日大战的行列 带来非常清爽的歌曲和夏日健康美再次展现全新样貌 这次的回归成绩也是至今最好的一次 让他们在The Show拿下出道一年来的出一位 第一次进入Melanta一百前十名 还拿下Billboard世界数位歌曲销量榜的第十名 也几近200大专辑榜跟200大单曲榜的第87名跟47名 歌曲也不断在短音音上被翻跳成功获得海内外的关注 也让他们被誉为中小公司的奇迹 10月15日即将带着迷你三集回归的他们公开先行曲R1M 再次采用Y2K的氛围用温暖的嗓音让大众待在美好的梦境中 Kiss of Light 惠宏绝对不是单纯运气好 他们有很好的配置加上超强的现场实力 跟高速回归绝对都是功不可没的 现在才出道14个月的他们已经要准备回归第5次了 不断的在大众面前刷脸之外 他们也非常积极的上节目跟经营短音音 相信大家就算没有追踪也时常看到他们出现 基本上热门的歌曲跟迷音他们都有翻跳过 紧紧跟着流行 而公司坚持从出道就让成员参与做词作曲并持续的学习 是因为即使有一天他们合约结束 就算不想当歌手也有持续创作的能力 能够多方面发展 相信他们之后的旅途会越来越好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拥有3EI加3个极度F人的搞笑女团吧 首先是大姐兼队长Julie 出生之下 威夷从6岁时就开始学芭蕾舞 并梦想着长大要成为一名芭蕾舞者 但其实他还有一个兴趣 就是听K-POP跟嘻哈音乐 尤其是Bitband跟2NE1 于是开始了白天练芭蕾 晚上听嘻哈的超反差日常 13岁时随着父母一起移民到韩国 为了适应新环境暂停学芭蕾舞 之后妈妈带她去一间韩国非常有名的舞蹈学院 让她深深着迷在充满自由的嘻哈舞蹈 院长看到她的潜力鼓励她往偶像发展 加上有英文优势所以推荐Julie学习饶蛇 据说在学院内每个月的评价排名 第一名都是Julie并且霸榜了长达3年 2017年她通过了The Black Label 征选成为练习生 这也是为什么在看Julie表演时 有一股浓浓的YG style 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回到了Dev继续练习 期间也翻唱了一首DojaKate的歌曲反应很好 2020年转网SWIM娱乐也是在那时认识 待在公司的Nati 之后S2娱乐的李海英看到那个影片后 并告诉了Nati 如果有那个练习生就好了 就这样Nati把Julie介绍给了公司 总共经过6年多的练习生时光终于顺利出道 因为曾经学习芭蕾 所以身体非常柔软控制力也很强 即使再大的动作都能保持好表情管理 跟Nati也一起参与了Bad News的编舞 Rap实力也非常强劲 赏音也很令人着迷 被认为是这世代女团中数一数二的 此外她的唱功也是令人惊艳 有丰富的音色和技巧 在对众和Nati都是属于全能型的存在 在舞台上是酷帅形象的Julie 在对众就是一个妈妈的存在 平常就有会倾听成员的烦恼 非常照顾成员 在刚出道时要录制歌曲是按照年龄 所以她是第一个完成的 在明早有形成的情况她并没有选择回去 而是待到最后陪芒内一起回去 这也让公司认为她们选对的人 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姐 到底怎么有人可以扮到又帅又性感 又温暖又可爱 真的是有着多宠魅力的人 非常期待未来Julie更多精彩的表现 出生自泰国的Nati小学时学习过艺术体操之后 对舞蹈有了兴趣 放弃体操开始学舞过程中 也让她开始有了想要成为歌手的想法 而她的舞蹈老师刚好是韩国人 跟她说了SN、JYP、YG正在韩国进行征选 要她去试试看累积经验 但没想到她一次通过了SN跟JYP的征选 虽然妈妈反对 但爸爸认为要挑战自我追求梦想 不过他们没想到这一追就是10年 年仅11岁而她独自来到了韩国 成为SN娱乐的练习生 期间接到了通过JYP征选的电话 决定到JYP成为练习生 2015年参加Sistine 这也是她在韩国两年多来 第一次站上舞台 虽然最后没人入选 但她在这里体验到站在舞台上的快乐 更加坚定的要成为歌手的想法 两年后再次参加选秀偶像学校 在节目中也有许多亮眼的表现 但最后还是按除导无缘 而长时间的练习生生涯 让她的自信心不断被打击 陷入了一段很长的低潮期 13岁时因为长相常被攻击 说她鼻子大脸上有脏东西等恶评 当时还不太会韩文的 她以为留言是在称赞她 她还兴高采练的去问大家 这个是什么意思 而大家为了保护她 跟她说你不需要知道这些 那个是不好的话 当被问到喜欢自己哪个地方的时候 会回答除了脸之外的地方 也因为这样她非常努力的自我管理 不论是实力还是身材都保持在水准上 2020年加入了SWING娱乐 并且发行了两张单曲 不过成绩都不是太好 也让她终于放下回到韩国休息 但她认为自己还没有展现全部的才华 想以女团的身份出道 期间也收到许多公司的邀请 2022年选择加入S2娱乐 而关键之一就是当时在偶像学校的室友李海映 她被赋予要在短时间内组成一个女团的任务 所以必须要找到已经准备好可以出道的成员 并对Nati保证会做适合她的东西出来 让她可以快乐的工作 并鼓励她多和其他公司交流再做选择 进入公司后在练习式背板上写着一句话 现在停下的话就没有SPA-LINE了 这句话总结了她10年来的心路历程 不断被击倒又一次次坚强的站起来 现在终于顺利出道的她向大众展现了她过往没有的魅力 让大众不再认为她只是一个很会跳舞的小女孩 而是一位全能的偶像 她的solo歌曲Sugarcoat 更是获得许多赞美MV达到1800万以上的播放量 并且在团体中完美的驾驭Y2K风格 长期的身材惯例也让她被称为这代好身材的偶像代表之一 唱跳俱佳的她也多次被点名为实力派偶像 现在Nati已经成为了闪闪发光充满自信的一颗心了 Bell出生自美国西雅图大约7岁时就搬回了韩国 而她的爸爸是韩国知名歌手沈信 小薛师也曾和爸爸一起上过节目 而有一个歌手爸爸他当然也从小就接触了各式各样的音乐 并且有遗传到歌唱的天赋也对作词作曲有了兴趣 高一时就透过介绍向许多知名制作人学习制作音乐 在出道前就有非常多惊人的作品 而最知名的就是参与了Cheraphin的《Unforgiving》词曲创作 出道后在《Kiss of Light》的歌曲中也有许多来自她的创作 而她原先是想以Solo歌手的身份出道 本来待在Aura娱乐的她因为公司被收购 她也成为S2的练习生 在高三时她收到的公司提出了《Kiss of Light》的出道计划 阿燕觉得她长得漂亮唱歌也好听还会创作 我一定要让她成为偶像 这也让从没学过舞蹈的Bell在这一年吃尽苦头 从5次到现在成为能够跟得上成员 也因为要成为偶像她努力减重了8公斤以上 正式出道前的Solo歌曲《Countdown》就是她的制作曲 这对她来说真的非常有意义 相信许多人都是因为她的高音去认识到Bell的吧 随着时间和舞台经验唱功越来越稳定 在队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高音也是信手拈来随地大小标 明星看是很冷酷的她其实是个粉红控 同时也是一个喜剧人动不动就搞笑 非常期待她之后的创作和上中益的效果 Oh got you, I'm no more, take a ground Like out, bitch, now we are beat Let me go out, huh 芒內哈倫是隊內唯一土生土長的韓國人 6歲時就曾在鋼琴比賽獲獎 還學習過許多樂器 而在學生時期 他度過非常活躍、充實的生活 擔任過各年級的班長 也當過學生會長 也熱愛各類型的運動 曾經入選韓國冰球國家青年代表隊 小時候跟家人去看哥哥的足球比賽 在那邊看到Sista的演出被深深吸引 開始有了想要成為歌手的夢想 並開始努力學習歌唱 加上媽媽是音樂學院的老師 因此哈倫非常有音樂方面的天賦 還因為想要克服上舞台會緊張 所以參加韓服模特大賽練練膽子 還因此上了新聞 在這段追夢的旅程中 他參加過三次Believe的試鏡 但都失敗 也因為他早已確定方向 所以選擇從普通高中休學 以自學方式考取學歷證明 休學後很快就收到S2娛樂的試鏡邀請 並通過成為練習生 不過在這之前只有短暫在舞蹈學院學過舞 進入公司後非常努力的練習 展現驚人的學習速度 不論是歌唱還是舞蹈都進步得非常快速 總是那個最早到最晚走的人 在正式決定最後一位出道組成員時 公司詢問了其他成員 成員和公司的員工和董事 幾乎都一致選擇了哈倫 認為能夠跟他一起出道的話會很好 不過踏上竹夢的旅程時 哈倫雖然感到很開心 但同時也感到很沉重的負擔 因為姐姐們都是實力堅強 並充滿個人特色 有著十足的經驗 但因為這樣姐姐們都非常細心的照顧忙內 讓他可以無所畏懼的展現屬於自己的獨特魅力 期待未來他能更多精彩的表現 以上就是這次Kiss of Light的介紹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更加被他們的魅力給圈粉呢?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是4格林 喜歡影片幫我按讚、訂閱、分享、IG 也幫我追蹤起來 謝謝大家,掰! 完成 再來 ή�